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Firebase的视频 今天是第四期 不过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使用数据库服务 Cloud Firestore 今天咱们就使用咱们的管理员的API 咱们实际想操作一下咱们的数据库 今天的代码给您展示了数据的增删查改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建立NodeSQL数据库服务 第二通过Node.js接口访问数据库 是这样 前几期如果您看过我 这个视频的朋友 我其实已经建了这么一个数据库的表 其实咱们现在用的是NodeSQL数据库 咱们不应该把它叫做表 应该是叫做一个文档的集合 对吧 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其实就是一个个的文档和表记录 咱们其实应该要分开叫 咱们就应该特意把它分开叫 以显示您的用的是RDB 用还是咱们这个NodeSQL会把它分开 好不好 OK 咱们先稍息 我先给您介绍一个网址 是这样 咱们通过Node.js操作数据库 咱们用的是管理员的SDK 这管理员SDK里面都有哪些个API呢 咱们都可以使用哪些个API 都能够做什么功能 对吧 这有一个网址给您访问一下 其实刚才已经给您打开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网址 我再给您访问一下 好 这个里面有这个Node.js管理SDK的详细的引用 咱都能使用哪些个类 类里面都有哪些个方法 在这个地方都有详细的介绍 好不好 这个呢 如果您要想使用这个管理SDK 去访问Firebase各种资源的话 这个网页是您今后常用的网页 您要把它记住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控制台 我再回到咱们控制台 咱们今天就要操作这个文档 咱们增删查改几条记录 完全不通过咱们网页控制 完全通过咱们的代码进行控制 怎么做 咱们一点点试一试 好 那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提前准备 如果您看过我前几期视频的朋友 我想您本地应该已经建了这么一个工程 所谓工程就是一个目录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没关系 我带您用这两部 咱们简单的再建一建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myfirebase这么一个目录 对吧 咱们ls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package包 然后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库 同时非常重要 还有咱们一个access 这叫什么access key 存取文件 存取key文件 这里面记载着大量的内部的私有信息 这个文件内容我不能给您看 如果这文件怎么获得 其实您看我前两期的视频就应该知道这文件 咱们怎么生成这个密钥 私钥怎么下载 我前几支视频都有介绍 今天咱们要连接税库 所以说一定要用到这个文件 好不好 OK 那么如果您没看过前几期视频的话 那没关系 咱们直接 直接咱们的安装试一下 我轻上评 您用这个处置化本地目录 咱有了吗 对不对 然后您用下面这个安装 Firebase的admin 这个我已经安装过 所以说应该不用安装 大家请看 我安装的版本在这地方 package包里面都有显示 咱们看看就这地方 我先安装的应该是最新版本 942 好不好 清评 那么咱们都安装完了 说明咱们的项目初始化成功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看代码 首先咱们在js中去引用咱们Firebase的管理包 没问题 然后把咱们的认证文件 这个json一定要include 或者说叫做require进来 没问题 然后通过这四行命令 初始化咱们本地的运行环境 对不对 初始化完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admin.firestore这个方法 获得咱们数据库对象 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操作数据库了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然后大家请看下面的 下面的地方 我声称了一个服务器端的时间戳 为什么要做这个 是因为咱们想 咱们要追加一条数据 咱们要更新一条数据 对吧 或者说咱们要删除一条数据 当然我说的是逻辑删除 对吧 咱们都希望把当前操作的时间 也存到数据库中去 那么这个时间戳 就给咱们提供这种便捷的方法 它取消的是服务器的时间 可能跟您所在的时区 并不一样 它是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时区 好不好 OK 咱们先建一个文件 先把这几行代码拷贝一下 看看咱们的环境 是不是初始化成功 是不是没有错误 好不好 OK 咱们就试试 NanoMan.Jazz 然后拷贝上 没有问题吧 存盘退出 然后node一下 它看看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所以咱们所有的内容都次化成功 文件也能读到 同时文件的内容也被初始化成功 同时咱们还取到了数据库的对象 都没问题了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首先要加几条数据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做了一个负循环 循环五次 然后往数据库中 往数据库的U字文档集合里面 咱们增加几个数据 对吧 大家请看这个在性别的地方 我还是根据当前缩引 分为男女 包括存取一个服务器的时间车 包括一个用户名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文档 咱们通过这个 往数据库中加五条数据 对吧 目前大家请看 目前只有两条 对不对 这两条甭要了 我给它删了完了 您说呢 把它删了 这是以前给您做演示 今天咱们正好不用它 咱就不在这占空间了 因为它是每天有两万次的更新的权限 两万次的删除权限 以及五万次的读写权限 对吧 一般开发是够了 好 那咱们马上拷贝代码 是这样 我再多说一句 这个地方是定义函数 然后这地方是执行函数 这个执行函数代码 我现在是屏蔽起来的 一会咱们把它打开 好不好 OK 试一试 咱们再拿弄这个MAN 然后拷贝到下面 拷贝到下面 同时 我把我这个增加数据调用的地方 把它打开 没问题吧 存盘退出 好 清评 那么同志们同学们 我现在如果再执行这段代码的话 它就会在数据库中增加五条记录 就让我生气 咱们试一试 够 大家请看 增加了五个数据 而且把每个数据的ID都显示出来 咱们回来 看一下 确实多了五条数据 每条数据的时间 性别 用户名 都能看到 漂亮 Farbase就是这么的好用 OK 增加完数据 这还不算完 咱们还需要读取数据 咱们编代码 需要把咱们增加的数据 给它读出来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是这段逻辑 简单的赶紧说一下 这是用感咱们的数据库对象 然后找到集合 然后get get 我没有传任何的条件 如果没传任何条件的话 它把所有数据都读出来 然后 这个是一个 叫做promise 对吧 在Zen里面是成功的逻辑 成功的逻辑去循环它 然后取到每个文档的ID 然后每个文档 用这个data 这个方法 取到里面所有的内容 代码其实非常简单 对吧 好 咱们考课过来试试 首先说 Firebase给咱们提供的API 其实都很简单 通过我的使用经验来看 都很简单 非常容易的使用 所以说 这套框架 我认为是非常的好 好 咱们存盘退出 那么咱们这段逻辑干什么 咱们这段逻辑 就是说 把刚才追加的五条记录的内容 把它读出来 并且显示在控制台上 对不对 咱们试一试 NodeMan 注意看 我一回撤 大家请看 数据都出来了 包括性别 以及名字 还有咱们这个 叫什么 用数据追加时间 对吧 都显示出来 完全的没有问题 居然还精确到那秒 非常的好 好 咱们数据追加成功了 咱们数据读取成功了 接下来干什么 对 数据更新了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更新很简单 数据 数据集 然后呢 Doc 这个地方要指定一个ID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ID是什么 是我当时做客件时候的 那个数据的ID 今天我又追加了新的内容 对吧 ID肯定发生变化 对不对 就这个ID 那么咱们应该是用这个ID 才可以 对吧 那么咱们用一下它 就这个ID 对吧 把它Ctrl-C拷贝一下 没问题吧 咱们就把这个用户1的内容 进行一点修改 其实这个地方 您可以说修改 也可以说追加内容 都可以 它是文档 它非常的灵活 对吧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ID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吧 我看看 对吧 是ID OK 没问题 然后大家请看 我现在可以修改 我文档里面的 自断的内容 同样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我现在有age这个自断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它自动会给我增加这个自断 就这么神奇 谁让它是noSQL 对不对 OK 咱们试试 这地方 您可以把寄存自断进行修改 也可以追加新的自断 完全都没有问题 寄存自断是日月 应该就是说 现在已经存在的自断 您可以把内容进行修改 同时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往咱们这个文档里面 追加一个自断 好不好 诶呀 noSQL史熟了 真的是就不太喜欢再用 这个什么 MySQL node 这个Postray 就不太喜欢用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了 文档属于这个松偶核 松偶核的整合性 好 咱们把这个打开 这样的话 您会看到 增加了一个age的自断 同时还增加了一个 更新日期的自断 是吧 好 咱们试试 退出 然后 直接 no 的 man 大家注意看 go 好 完毕之后 咱们回到咱们这个 browser 咱们看 咱们这个ID的数据大 请看 多了一个age 对吧 25岁 同时 多了一个更新自断 完全的没有问题 其他的文档呢 还是原样子 只不过这个文档呢 进行了更新 漂亮 哎呀 您是不是觉得操作这个数据库 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咱想想 如果咱们公司自己开发这什么一个一个项目的话 咱们建数据库 搭环境啊 多麻烦 但是呢 您看用这个firebase就如此简单 好 今天最后代码的部分 咱们要删除一条数据 删除更简单了 大家请看 这张代码就能够删除 掉用这个delete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删除 可是物理删除 我推荐大家的 系统设计的删除 是要做逻辑删除 也就是说 在咱们数据库中 增加一个删除的标记 或者说一个flag 当它为0 为1 为一个特定的内容的时候 就认为它是被删除 而不要做真正的物理删除 这不是好习惯 一定要做逻辑删除 您开发 或者您做项目时候 您要记住 您所有的数据 都要保留下来 不要真的做物理删除 要删除也做逻辑删除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是做物理删除 好 我们试一试 把这代码拷贝过来 今天话说有点多了 然后咱们nano们编辑一下 追加数据 显示数据 更新数据 这还得屏蔽一下 对吧 强迫症 把一个空行 然后这个地方 拷贝上 删除数据 同时把这个打开 存盘退出 好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这一条记录 用户名 用户1的这条记录 就会被删除掉 咱们试一试 Let's go 清评 nano们一回车 OK 咱们再回来看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大家请看 那条数据已经没有了吗 对吧 你看 还能找到用户1吗 没有了吗 对吗 删掉了 OK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数据的增删查改 几行代码就搞定 而且数据库根本就不用咱们维护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管理性的服务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是非常的喜欢 好 又吹了半天 Firebase 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服务 也推荐给您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了 咱们通过简单的几行的代码 操作了Firebase的Firesout数据库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便捷快速 隆重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